我們本來就是要辦一場文化的一個座 沒想到柳蓋他本身他跟我講說 他們想辦這個座 我說好啊 那我們就開始吧 就從這裡開始 所以我們今天講實在沒有刻意的做一些宣傳 我們只是在網路上撥上去這樣訊息 那今天不知道各位來的幾位 不知道從哪裡訊息 應該都是網路啦 謝謝各位 那我們在這個 今天就是我們主要的我們的貴賓 今天的主獎人 這個是我們的主獎 等一下因為那兩個乙潭人還在路上 所以可能我們不等他們了 那我們就先介紹一下今天的我們的主獎人 我們的成功大學教授 楊文濤先生 我聽他講話有一點港味 可是他說他是台灣人 可是在香港出生了 那梁文濤教授是成功大學政治性教授 那在這方面我想 我不知道我的記憶有沒有錯 應該在前面運動 好像你有其他人在演 好像你也發表了很多的主張 我本來剛剛有邀一個小朋友 很有大 就是在立牌裡有一個小女生講話的 一個台大經濟系畢業的 一個台大經濟系畢業的 姓劉 不知道你們認不認識 那個劉小妹 他的爸爸 是以前三地門鄉的鄉公所的課長 他的爸爸是極端保守派的保守 結果那天晚上我跟他喝 喝到天亮 後來丟了這個福報 結果隔天他女兒就在立法院 就在立法院就開始批那口文綺 罵口文綺是嚴尖 他說哇 我愛你女兒 好可怕 他跟我講說 他說爸爸 如果你不讓我去 我會後悔一辮子 結果他爸爸說 那你去一去 那我不會給你入費 他說沒有關係 我同學幫得出 坐上去 然後不曉得他會不會來 所以我覺得現在年輕一代 真的是不是我們可以想像 不過總之 我真的非常感動 受到很大的 震盪 再談下去 就有很多的效應 好我們就現在 我們恭喜我們的楊教授 為我們跟他的菜獎 等一下完了這個 我們再相互認識 好不好 OK 謝謝林先生 也謝謝大家 就是 有這樣一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福茂的一些看法 嗯 我想在318 318當天 其實我是凌晨大概兩點鐘 趕到台北 因為當天我有課 嗯 然後 在17號的當天 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為什麼會激發隨身 有一個我們想像中 比較所謂激烈一點的行動 好 原因就是那個 執政黨的委員 張新忠委員 他以一個非常 粗暴的方式 在廁所裡面 自行宣布 這個福茂 要送出委員會 要送出委員會 這送出委員會的意思就是說 已經審查 過了 已經審查過了 所以 基本上 接下來的程序 就是 都是形式上的程序 所以行政院基本上 這樣也可以 進行宣布生效 那這個背景是什麼呢 背景就是 我們簽那個EFA 2010年簽EFA之後 在EFA的時候 大家可以想像 當時的大環境是什麼 大環境就是 所謂的 金融海嘯之後 還有那個所謂歐債 那當時其實是 對於中共來說 是一個天賜良機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台灣經濟不好 台灣經濟不好呢 它如果要推 跟台灣簽訂一個 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的這個框架 是一個天賜良機 是遇到的 台灣本土的反對力量 應該相對會少很多 為什麼這樣講 大家如何聽過 就是香港 香港是簽了一個 一個所謂的 CIPA 大家知道 CIPA CIPA是2003年簽的 就是一個更緊密的 合作關係 什麼是更緊密 就是比WTO架構底下 更清淨的一個 一個貿易的關係 所以 那當時 香港也是那個簽署的地區之一 所以簽的時候呢 基本上是按照更緊密的這個方式去簽 那當然 這個不可厚非啦 因為香港當時已經被簽了 那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 即是說 因為香港一直都要維持一國兩制 所以他跟中國的接觸跟他的關係 是非常...進展是不算快的 特別是1997年 中共不想讓香港人覺得 哇!怎麼一直都在變 你一直都要改變我們 所以自己一開始已經幾年 是沒有太大 表面上沒有太大的影響 當然自己實際上 中共已經在香港一直在部署 在社區 在其他很多地方 在政治上的 社會動能上的這些部署 那這個 為什麼要講這個 等一下注意 回到香港的部分 那 那 EFA 基本上 簽的時候是2010年 2010年 2011年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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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歐債危機 剛剛經濟下去 所以中共所提出 類似的一個 一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那當時我的記憶當中 大概是六成以上的人 是同意去簽這個EFA 那下一個問題就在於說 欸 這個EFA 為什麼我們要以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去簽 這個第一個 那基本上 簽了之後它的影響到底是什麼 即現在在服貿這個議題上 就無限了 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簡單來說 我們對於中國的依賴 會迅速的提升 會迅速的提升 那在過去其實 我們的企業一直都是外移 到了中國去投資 那我們這次 福貿為什麼會引起那麼大的 那個反彈 最主要的是 有一個很大的疑慮 有一個很大的疑慮 是 中共 會透過 這個福貿協議 進一步 去影響到台灣的經濟 跟政治的發展 這也是我 對於福貿最大的一個疑慮 另外對照香港的經驗 那我們一直都說 福貿純粹是 競技問題 我們不跟中國簽福貿 我們就沒有競爭令 對不對 大家應該有聽過這個說法 另外一個說法是 我們不簽福貿 特別邊緣的話 這個是政府 不管它到哪裡 最主要就是講這個 好 那它的說法是 我們不簽福貿 沒有競爭力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簽福貿 我們就沒有辦法 引入更多的基金 來台灣去投資 OK 所以引入更多的基金 就會創造就業 對不對 可以提升我們的 新資水平 OK 這是他們的說法 但是這個說法 有沒有問題 我就跟大家報告 我們從幾個面向去討論這個問題 這個不只影響到我們台灣的經濟 它會更會影響到 我們相對收入比較低的 這個 這個所謂 皮膚差距的問題 這個我等一下就會再跟大家報告 好 他說沒有競爭力 我想問大家一個簡單的問題 好 競爭力是什麼評估的 從我們政府的評估呢 簡單說 成本越低 就越有競爭力 對不對 這個是一直以來他們的說法 跟想像 好 但是 這個 這個前提有沒有問題 這個前提是有問題 我們在談的時候 如果我們是談 這個毛利率很低的產品 例如面板 例如我們的DRAM 大家應該知道 毛利率很低的 甚至要賠本的 這當然它需要低成本 對不對 它越低的成本 它的 比較能夠透過它的價格 來滿足它這個成本的需要 不然你就可以賠錢嘛 但是 這個所謂競爭力的成本考量 主要是 貨品上 這個答案要先搞清楚 貨品上 好 但我們現在談的是服貌 好 服貌 最大的 我們要去 理解這個重點是 服貌跟我們的貨品 所謂的貨品貿易不一樣 簡單說 我們在服貌舉個例子 我們要引進 容許中國 來投資我們的美容理髮業 對不對 好 簡單問一句了 服務業的重點是什麼 服務業的重點就是 想問一下在座 我們通常 多久 會 理髮呢 一個月一次對不對 好 差不多 那你 會不會因為 中國的 投資進來了 把我們原來台灣的 理髮業 理髮店 買了之後 你旁邊的理髮業 變了老闆之後 你會不會 一個月減一次 變成一個月減兩次 或三次呢 不會嘛 就你的 理髮的技術 不會變多嘛 這是服務業的 最核心的 關鍵嘛 所以你 他引入銀行業 你會不會每個月的 自己的 能夠存下來的錢 會變多嗎 不會嘛 你給他一個月 你能存五千 你換了一個老闆 像中國工商銀行 他要入股永奉銀了 二十八 那你本來是永奉銀的 你每個月的錢 你存進去 不會都能這樣變多嘛 所以服務業 所以基本上 你的消費 不會因為他變了老闆 而會變多的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服務通過之後 他們現在評估說 我們十年 未來十年下來 我們總共的GDP的增長 大概只有0.025 0.025 0.025是什麼 就是 一咪咪咪 一咪咪而已 總共就是 41 31美元 一年下來 搞不好到十幾年 我們放一支煙火 就已經超過十幾 二十一 大家知道嗎 所以你要這種GDP 你每年多放一支煙火就夠了 或者說我們每年多喝一瓶飲料 最有 所以馬英九總統 到目前為止 他從來都沒有提到我們GDP有多好多好 因為他不敢講 那根本沒有影響 最樂觀的狀況也只有0.025 但是 他反而 要編很多 的預算 去補助 可能未來 因為引入了中資之後 帶來失業的狀況 這個數目 絕對要比 31美金要多 他現在編了已經900多一 整個AQ法下 最重要的就是 服務業如果開放 那很大的程度上 就是要去補貼 比如說你失業了 我本來理髮了 後來沒辦法 沒有工作了 你要去申請 大家聽得懂這個背後的一個說法 所以 第一個 服務不會對我們GDP有任何明顯的正面的影響 對我們經濟活動也不會有積極的刺激的作用 所以最終呢 他其實只是因為 進來的資本不一樣 老闆不一樣 那人說 他們不是帶錢進來嗎 那很想問你 他如果不入股 或不買掉這個理髮 理髮店 他在隔壁 在對面馬路開一個 對不對 本來理髮店 可能有一半的人 就到了那邊去 但你總體理髮的人數也不會上升啊 所以你最終 最終 一個帶來的 就是我們本身 本地的勞工的事業的狀況 對不對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上次跟程大的土木系的同學講 我就很訝異他們 人蠻多的那一天 大概六七十個人 我就一直在想說 到底有怎麼跟他們講 是不是跟他們好像也沒有關係 因為很多工程 他們以為都跟他們沒有關係 其實跟他們很大的關係 因為很多開放的都有關係 通訊激訊的這些都有關係 土木舉個例子 就舉這個例子 土木業是要我們福茂開放什麼呢 開放造橋 吐露 跟室內裝潢 全部都開放 那有什麼問題 問題可大了 因為我們過去五六年 中國因為歐美的經濟不景氣 所以大家要大量租資到銀行體系 一方面穩定銀行體系 另一方面讓他們可以放款 契機中國的經濟 不然它根本維持不了8% 或7.5%的成功 那所以你這些錢到哪裡了 你怎麼樣可以最快 可以銀行怎麼最快可以放款 當然是放款給什麼 給營造公司啊 對不對 去蓋去 好一點的就是政府建設 蓋路啦 孤路啦 或者說蓋很大很大的政府建築物 你到每一個 如果你有機會去中國你就知道 最大最漂亮的就是政府的建築物 而且最浪費店 因為它裡面呢 可能一大個大堂 然後辦公室就少少 也不是少少啦 也是很大 但是它不成比例啦 他們過去幾年的營造業 非常瘋狂 因為錢很多 可怕 但是要麻煩的 未來美國要開始要升級 中國的銀根也會收緊 沒有那麼多錢 更麻煩的是 蓋了那麼多房子 沒人買 沒人買了 這個營造業的 這個島站 我是 賣不出去嘛 香港一週刊 二月份的時候 有一期專題報導 題目就叫做 中國的滾城 什麼滾城 就是裡面沒人住的 新蓋的 它是一個層一個層 它不是一洞來洞 買不起嘛 最現在 鋼鐵業 其實從鋼鐵業最近的呆帳 一直在上升 大家都知道這個嚴重性 鋼鐵業現在在銀行 大概有1.33兆人民幣的貸款 現在慢慢它 連中大型的鋼鐵業的公司 都已經出現財務危機了 所以從這個我們就看到 就是我講的這個部分 你未來中國的營造業一定會下來 但是我們台灣還在蓋啊 就是中國的二、三線的這些 甚至一線的那些營家公司 或地產商 那一定會來台灣 再加上我們現在的 自由經濟貿易示範區 我等一下有機會再跟大家報告 福貿跟自由經濟貿易示範區 福貿跟自由經濟貿易示範區 是中國要侵吞台灣最關鍵一步當中的 軟跟硬體 一開放了這個福貿之後 它要找地方啊 它哪裡 就是找自由經濟貿易示範區 自由經濟貿易示範區 自由經濟貿易示範區裡面的 環評、都更 這土地的政策、勞工的條件 這些都會鬆綁 就是每一個示範區裡面 其實就是一個特區 這個特區基本上 就把所有這些 廠商的外部成本 譬如說污染的啊其他的 轉嫁給我們人民 因為它環民鬆綁了嘛 那污染了之後 那誰要負責住 那就是政府嘛 那就是我們嘛 所以福貿跟資金區 是一體的兩面 是一整套的 那福貿當然它主要就是 關注不同的行列嘛 所以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 未來屯位要很慘 因為中國的公司會過來 簡單說啦 如果我在中國 聘一個工程師 是一萬八千塊台幣的 現在我要過來台灣 那我就跟他說 欸我們這邊兩萬二千元好了 好不好 那他有可能會來 對不對 但是我們在地的土木工程師 可能出去就已經賺兩萬八了 你得懂嗎 畢業賺兩萬八 結果他們找中國工程師來賺兩萬二 那人家也很開心 那你說 對未來的土木7BA的同學沒有影響 怎麼可能 用事該想你知道 所以我才跟他們講 你們就這樣 就是 祭求多福 也不能這樣講啦 你們就要找工會的 這些前輩來問看看啊 未來會怎麼樣 你不要到時候發生了 你在那邊哭 我怎麼用 像我們那個收費員 收費員本來你就知道 遠中根本不可能幫你找工作嘛 一到發生了 你在這邊哭 太晚 他就 都沒辦法啊 我的人也找不到工作啊 我都 雙手一攤 當我們 遇到問題的時候 就已經很難解決 我們要遇見問題 要防擊他們 現在服貿子 未來會帶來我們 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好 再來回到香港 有人說 欸 我們 只有貿易 欸 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最近進來 投資了 多錢就業機會 薪水就會漲了 這個邏輯 一直都講 一直都用這個嘛 那事實上我們發現 根本不是啊 香港 從7%之後到現在 他的貧富差距 這個階寧係數 大家有沒有聽過吧 已經到了0.537 0.537 0.537的歷史最高 也是現在的全球最高 香港是 被評為最自由化的地方 什麼意思 通常這些所謂最自由化的評估 最重要的一環就是金融 金融業的自由化 所以你的錢進出有沒有限制 越沒有限制就越自由 那這個當然是全球資本主義底下 他們這些大銀行家背後所主導的嘛 對不對 我今天出出最好了 對不對 然後中國的貪官最高興嘛 沒有人要管嘛 通過香港 錢都出去了嘛 配合的天衣無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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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香港過去開放思考 不過 只有話了 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結果呢 最低收入的這一群 低收入戶 你知道他們現在的收入多少嗎 一部 兩千一百港幣 這些貧窮線底下最貧窮的人 香港現在貧窮的人口大概有一百三十一萬 佔了香港大概七分之一 他們住什麼 很多人就住在那個鳥籠子裡面 籠子裡面 這真的是籠子裡面 鐵籠裡面 前陣子有人說 台大有些畢業生住在那個小小的房間嘛 那我說你還好啦 你們還站得起來 那個籠子裡面你是站得起來的 你就是賺進去 睡完睡覺睡覺完就出來 然後香港現在本土的本地的香港的學生 升碩士 能力碩士的比例只有大概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喔 現在目前香港本土的新生的未來遇到處境 他們會變成絕對是低下的階層 第三等供應 未來台灣會不會發生 台灣的問題是 我們現在 我一直在想這些 為什麼那麼著急 我是因為擔心台灣會嚇人 有朋友就說 你會不會在玩言聳聽啊 我問大家報告 其實 你不要再問我 最能代表香港的 就是房地產 房地產 香港房地產 現在應該這樣講 前兩天前三天的新聞吧 台北現在的房地產 從購買力跟價格 價格相對購買力來說 一定是全世界第一的 香港只排第二 台北平均不吃不喝十五年 第二是香港十四點多年 再來更驚嚇的是 新北市 新北市 十二點多年 你猜猜韓國的首爾是多少嗎 你一直跟韓國比嘛 那你要比 都還是比少 當然是比少嘛 人民的福祉 難道我不吃不喝二十年 會比不吃不喝五年 買到房子好嗎 當然不會嘛 首爾只需要六年 也是很貴啦 其實不吃不喝六年 所以我們贏啊 贏香港耶 然後最近一直都在問 連聖惟友說 欸連我都買不起 我想說 你這種話都講出來 你住哪裡啊 有這樣以外也說 我的兒子也買不起啊 你這樣裝可憐 為什麼買不起啊 這你們搞的 他當時當內政部的時候 國土活化 現在所有一切 都更 巨斷蒸燒水 資源松綁 全部都是內政部 他當時做的事情 多麼的失文 所以我們現在的福帽 是所謂更緊密的架構底下千等協議 我們會不會香港話 房地產講完 現在我不要最擔心的是 未來 我們的政治發展 會因為經濟被掌控 受到肌負的操控 不過還沒講這個之前 我們回到我剛剛第二點 剛剛有說的經濟利 啊經濟利還沒講 經濟利 我們經濟利為什麼會變低 怎麼平啊 經濟利就是我 經濟利是我們可以用在我們這個土地上面的基金 到底有多少來評估的 是我們的多少的基金可以投入我們的研發 提升我們的產業來評估的 不是我們的成本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們以往這個所謂 醫療用的手套 大家知道嗎 醫生用的 它不當隨便的手套啊 它可以 對不對 它可以防止很多的 那個那個那個感染 然後其他的 它是要一定的技術門檻 結果 我們當年醫療手套的全球 全球的市場率是九成多的 九成多 如果呢毛利率是吃成 你 你們要不要買 你也要買啊 對不對 毛利率百你都要買 所以我們很多 台灣很多中小企業 它所掌握的這些技術 就是因為政府沒有配套狀況底下 叫他們到中國去投資 結果中國最厲害的是 我1989年的時候 我是念工程的 我當時就是研究 所謂的技術轉 他們就是 我佔51% 你們最多簡單佔49% OK 所以大部分呢 都是要有核資的企業 它很簡單嘛 都把你技術學好的 所以中國它做了什麼事情 對於這些毛利率很高的 它直接把你吃掉 它不會去吃什麼 不會去吃現在在罷工的那些東莞的育園 保存底下的企業的公司 因為它可以請幾十萬的勞工 你幫我吸收幾十萬勞工 我給你10% 8% 6% 5%的毛利率 我才不要去跟你爭啊 紅海請那麼多人 幾百萬人 我怎麼去爭你才5% 4%的毛利率 你們當然很好啊 你幫我處理那個勞工的事情 對不對 那也希望你繼續留下來 它要吃的 吃的就是吃你們這些勞工手套 精密機器 對不對 它有蘭花的技術 吃完然後很多方式吃啊 對不對 就不用我講 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很多台商的回來 摸摸鼻子回來 又不敢說 又不敢看聲 又很丟臉 對不對 好的是活著回來 不好的是死在裡面 這也有十隻案例 四個合夥人 一個不爽 在那邊打關係 結果 倒陣過來被關了 關完跳出來沒幾個是死 另外三個回來 從天再做 那東西都沒了 吸收了你 市場還被吃光 所以我們的金針意識 我們的技術到底有多厲害 你可以把你的產品的毛利率提高到多少 所以現在中管力啊 他下一步要吃我們那個什麼 吃我們的艾斯設計業 艾斯設計業毛利率通常都三成以上 否則你公司都不用做 所以聯發科他們大概四成 毛利率四成耶 他們現在一批一批的工程師 直接找過去 都挖起來 所以我們台灣企業 基本上 我們沒有債更多的投資 沒有把錢留在台灣 基本上我們是什麼 沒有金針 在家上 如果你是老闆 你認為你炒房不要賺錢 他心裡投資你的企業不要賺錢 當然是炒房嘛 所以幾乎所有的老闆都有在炒房 對 你不務正業賺了更多 香港很多就這樣死 很多 一個經濟循環下來 他就死 台灣你是一樣 對